長衣 穿旗袍 穿到這樣來這裡拍照 今天來到孫中山紀念館 就要找館長Sunny Hello 我是Sunny Sunny 我想問 其實孫中山先生有沒有在這個地方出沒過呢 其實根據我們現在有的資料 其實孫中山先生應該沒來過或住過這裡 為什麼我們最後都會選擇這裡做孫中山紀念館呢 首先第一 孫中山先生其實都是在這一區活動的 而且他跟何金棠先生的哥哥 何冬爵士其實都非常熟悉 最後選擇了這裡 金棠地做了孫中山紀念館的館子 這間古蹟給我的感覺是一個很漂亮的大宅 宏偉的建築 跟你在普通辦公室坐在這裡工作 其實感覺會有些不同 館長 我想問 通常參觀者來這個地方 喜歡看什麼呢 我想主要有兩件事 第一 本身就是想看有關孫中山的歷史 另一件事就是我們作為一個法定古蹟 本身都過了八年歷史 也有很多人來打卡 不少人 尊登都為了建築物來拍照 甚至有些可能穿上COSPLAY 當然我們COSPLAY也有些限制 都當作一個宣傳的方法 放上社交媒體 讓更多人知道我們有這個地方 放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